甲碱患者可以补乳吗? 甲状腺激素通过胎盘和乳汁的量极少 孕期给予母体甲状腺激素替代 对于胎儿无任何不良影响 产后亦能正常补乳 分娩时可留取期待血,查甲工 若是乔本是病母亲 还需要期待血查甲状腺自身免疫性抗体 以及时发现甲工异常的新生儿 特别是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新生儿 此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应注意随访 同时避免过度的精神压力 避免摄入含点食物等措施 甲碱是甲状腺分泌减少所致 一旦发现,是需要及时地服用甲状腺激素 进行替代治疗的 甲状腺激素是机体分泌的正常激素 只要治疗得当 一般不会对孩子产生不利影响 相反,如果不积极进行治疗 有可能会导致你的代谢问题 甚至影响乳腺的正常分泌 那样可能就会对孩子导致不利的影响了 建议应该注意饮食的清淡 再就是注意调节情绪 药物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也是可以喂奶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